《扶貧智庫》在2001年4月至7月 舉行了一系列有關貧窮問題的研討會 RTV就這個議題 製作了一共8集的專輯 並請來來自國界界別的嘉賓 就這個問題進行深入討論 有興趣的朋友請留意RTV的網上更新 好 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今天的節目 《法律之多點》 今天請了三位女友記談談潛建物的問題 我們的題目是 《理信新界及市區的潛建物》 今天要一事同仁 先介紹一下我右手邊 尼炳輝律師 大家招呼 尼炳輝律師的尼字是尿成你的尼 大家做律師很多年 左手邊是陳尚德律師 大家好 我是陳尚德律師 最後議員是惠煥南議員 惠煥南深入寶區議員 大家好 惠煥南做了多少年 區議員 第17年 很久了 不如你開始說起吧 新界有很多潛建物 市區有很多 報紙報道 潛建物可能已經成為香港的核心價值 無論是有錢的 窮的 富豪的豪宅 或者是很小的 丁屋 都有很多潛建物 基本上是這樣的 新界有很多 市區有很多 政客也有很多 包括湯家驊 張國柱 梁耀忠 王盛芝 還有民建議幾位 不如我們先說一下潛建物 為何這麼多 深水埗為何這麼多潛建物 深水埗是一個早期發展區域 潛建物會比較多 尤其是舊營樓會比較多 我少許時間講解潛建物的前一後果 剛才廖成李律師主席 叫我問了幾多年區議員 我是1994年開始做區議員 在深水埗區的舊營樓宇也有很多潛建物 以前的潛建物主要是真的居住 天台屋 平台屋 也真的居住 天台屋 也沒有得盡 沒有得盡住 其實當時政府有一個年 真的有心清理天台屋 他定了年份是8261 即1982年6月1日之前 逢是住人的潛建物 那段時間以前要登記 登記之後 之前8261便可以安置上樓 以後再入住天台屋 的潛建物便不可以再上樓 就算他要上樓 便移回公屋輪候 進行入住公屋 其實82年到現在 接近29年28年時間 天台屋的潛建 一直都沒有改善過 直至我當區議員的時候 就有很多簽建物 即82年6月1日之後 仍然有很多簽建物 仍然有很多住人的簽建物 很普遍看到 舊營樓宇就搭屋子的住人 有些大廈平台 其實一樓的平台 都是空間的平台 照搭屋照住人 但是政府一直沒有處理 沒有得起心肝處理 由8261一直到 明年的1261便是30年 你現在說30年發生什麼事 我們說30年前發生什麼事 一會兒再詳細說一下 好 Malvin 你所說的法律上 簽建的定義 讓大家了解一下 法律的基礎是這樣的 凡是要做一些建築工程 或者建房子 你也要向公屋處申請 有准許開工 你將一些圖則交給他核准 那 潛建物的意思 顧名之義沒有向公屋處 去取得這些申請 即是說 根據香港法例 123章 很容易 建築物條例 123 裏面說 特別是第14條 大家可以在網上看到的 展開建築工程等所需批准及同意 一定要向建築事務監督 如果有任何改建或加建 如果沒有這些改建或加建的准許 就是簽建物 簡單來說是市區的情況 新界的情況是怎樣 新界的情況好像不是跟這個 1、2、3 新界的情況是這樣的 因為 我們講的是 當然 我們講的是丁屋 我們講的是新界樓的丁屋 丁屋那些是一些 根據一個 政府一直採用的 如果沒有採用的 七、二年用的 丁屋政策 他就將一些丁屋 對不起 將一些新界的原居民 新界的原居民 新界政府拿一塊地來建樓 或者他將自己的樓 所有的統地 向政府拿一個建屋牌 建一間屋 一般來說丁屋就是三層高 超過七 七八成三 七百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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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仔 我忘記了 如果它是合乎這些規格的話 它不需要向政府 這個奧義處入職 變成如果 但一般來說 我知道他們通常 建樓都沒有問題 很多時候建完樓之後 建完樓之後 有些加建 通常新界樓 或者新界丁屋的 所謂非法建築 就是非法建築物 它是沒有 即是有些改建之後 沒有拿 那些改建 是沒有申請政府的批准 很多時候牽涉過 如果大家最近看到 就是在天台那裏 有些玻璃屋 太熱 簡單來說 就是 新界那個 不是用一二三章 是用一二一章 建築物條例 是新界適用條例 大家可以去網上看到 特別在一二一章 講了一個情況很簡單 就是 其實不需要遵照 建築物條例 事前拿批准 只要是符合規格 只要是符合規格 假設都符合 但是出現的情況 就是建築物條例 三層之後 就發現有些 有些第四層的玻璃屋 甚至有第五層 和第六層 在這個報章 大家看到 一個故事很有趣 有幾篇文章 大家可以在網上去看 例如香港商報的 5月20日 何子民的一篇文 或者是5月20日 大公報 王志華的一些文章 有其他相關 就說 僭建風暴 何時李順 很多這些文章 其中一個說法 挺有趣的 就是 很多的丁屋 建了三層之後 就發覺 會建第四層 甚至有 第五層 和第六層 建了上去 建第四、第五、第六 一定是沒有拿進去 現在的法例 李炳輝律師 你想理解的 應該就是違法 是嗎 是 因為 他的法例是一二七 一二一 一二一 就是說 他是不需要入職的 如果你超過了 建屋牌照 譬如 建屋牌照 或者新批土地 批土地條款 當你違反了那些條款 那些條款 實際上 即是等於 可能牽涉到 整個建築物 都變成非法建築物 因為他根本沒有入職 所以 特別是建築物條例 新界使用條例 第四條 就是 處長可就 新界的任何工程 發出豁免 即是豁免 又或者根本 也不是一個大的改動 基本上 都豁免了 但是 又出現了 發展局 跟新界 大家開會 開了幾年 就 談談 那時候 發覺 可能 就是第四層 就想想方法 如何理順 但是 有些人就說 不如你理順 我第五層 第六層 這樣 談不妥 談不妥 之後 沒多久 就有人去 行政申訴專員 那邊投訴 即是Ombudsman 爆出來 有個報告 就說 這些新界有這麼多 遷見物 那怎麼辦呢 現在 香港的遷見物 這個數字 大家了解就是 就是去年 即是2010年 發出了 二萬二千多個 遷見物的清拆 86% 都是沒有清拆的 去到今年 累積了 五萬七千多個 未處理的案件 而這五萬多宗 有一百三十宗 就拖了十年 其實都很久 這些情況 說說 好了 我們開始討論一下 簽建物 這麼多的簽建物 有什麼不好處 大家都很喜歡 其實一般的簽建物 建在樓宇裡面 一定會阻礙樓宇的結構 譬如在天台或平台等等 如果天台是一個單梯式的樓宇 真的會阻礙消防走貨 其實清拆的天台 潛建物 刻不容緩 一來影響樓下的住客逃生 第二 潛建物在天台 真的破壞了天台的防水層 令到頂層的住戶 每次都滲在下面 是 叫苦連天 很可憐 防火和防水 都是很大的問題 除了這兩者 還有什麼問題 潛建物 現在因為你知道 我講回市區 市區 在 我忘記什麼時候開始 就是要強制買第三隻保險 我知道現在習慣上一點 如果你的法團想買保險的時候 他的保險公司會照給你 因為第三隻保險 照給你買 但是問題 到了如果有什麼事發生 如果 譬如說 這麼不幸運 打倒別人 而那些 打下來的來源 在非法建築物那裡 有可能性 本公司就不保 這方面 對 你說一下千尾大廈的案件 在千尾大廈 在鹽棚上 建了一個 魚缸 魚缸 魚缸受力 太厲害了 卻到鹽棚 去清拆的時候 連魚缸和鹽棚一起 壓下去 摘死了些人 那裡要賠償也很厲害 最終 整個法團都要 是 那裡要賠償二千多萬 這是其中一個案件 另外 土瓜岩那裡 好像近衛行窗那條街 有一宗 又是 那些簽建物 插死了人 那裡也是要賠償 你說是嵐柳 還是什麼 那些是簽建物 有一個蟬逢 簽建物 簽建物 所以 防火 防水 安全 這三大問題 都是很多問題 那最近那些 強制保險的話 如果有簽建物 買到保險嗎 對的 你律師剛才說對的 原本政府要求 2010年1月 所有私人大延 都要購買 強制性購買保險 最後 強制性第三保 押後到今年 2011年1月 其實 到現在為止 都是九成半 的私人大廈 買了第三者保險 還有五個百分比 還未購買 只是成立了 業主立案法團的 救援樓宇 買不到的原因 就是可能外場有簽建 或者冷氣機架 曬衣架 閃縫等 有這類的簽建 很多保險公司都不接受 那你深水埗 多不多這些 都買不到保險 我手上的資料 還有十幾棟 但沒有買到 其實政府的資料 都是大約五個百分比 深水埗 救援樓宇 四千棟 那五個百分比 大概接近二百 也有很多 那些是城市炸彈 在那裏發生了一宗 新興大廈的案件 乘坐大廈就是 業主要負責 沒錯 新興大廈的案件 也很有趣 基本上是做維修 有個結束工人在外面 一個棚架跌了 他自己連棚架一起 他自己在那裏 貼了下去 最後又不能死 要賠二千多萬 這樣的情況 他變成在那裏 那裏 法團剛剛那件事 沒有買到保險 要整個法團的負責 法團沒有錢 整座大廈去分攤 道理都是這樣 如果那個大廈 不是要新興大廈這麼大座 每層只有四個單位 只有七層高 28個單位 如果他賠二千八百萬 每個單位賠一百萬 如果他的單位剛剛值 他值一百萬 他就把整個單位 他就把整個單位賠一百萬 等於一夜之間 連渣也沒有 是 這個也 是 理論上是要上身的 是的 如果某個業主賣完 那一層樓都不夠賠 理論上還要上身 是的 那就控告他破產 雖然表面上是一個法團 但他應該是無限負債 所以從後果來說 大家也知道 有一個僭建物是這樣的情況 但是整個香港的人都很喜歡 這些業主都很喜歡 簽建 包括報紙報道 也沒有辦法 有些就是 例如 潘傑的單位也很有趣 他答得不錯 我太太說 那次他對著鏡頭答得不錯 大家都好像不太想再追斬他 他都承擔了 總之他是買之前起的 或者是買之後起的 他都全部都負責 這個就有了 其他那些都是 湯家驊就說 他那些東西不是僭建 後來他就說我錯了 那個是僭建 其實那個道理不是很複雜 總之就是未能批准的就是僭建 如果在新界 這句話可能比較適合 如果市區 因為有些東西除了 建築物條例 一二三 豁免了的之外 都是僭建 但因為市區不會 通常應該這樣說 如果有些東西建築 建築在樓以外的東西 通常都是僭建 這個一二三 那裏有些頗有趣的東西 大家可能一般人都不太留意 他就是這樣說 第25條 建築物的用途更改 這個就不是加建 如果用途更改 一般人一定是要申請准許 如果不申請准許 你就是違反的 這是25條 第1、2、3 第4條 有一個很有趣的 叫做豁免的條款 如果那些東西 是很輕微的 市區上那些是很輕微的 又不涉及建築物的結構 那些已經是一早就當是豁免了 那些其實是不用入職的 那些很輕微的 你家裡的間房 不是結構性的 那些 當然這個結構的定義是很寬闊的 其實 這是怎樣的呢 在天台 我見很多人擺一間日本的小屋 這些可以不可以的呢 那些可以不可以的 這些是不可以的 他沒有釘過一個洞 可以不可以的 凡是有結構的定義 就是有些固定物 就已經是一個結構 那些深水埗那些多不多 那些天台 全部都是加建物 一般都是加建物 不過屋宇柱 其實是傾向幾年 有一個小型工程發牌制度 說了幾年之後 到去年至2010年的12月 才推出 包括有些小型的 輕輕一點的 例如蟬逢 曬衣架 冷氣機 分體冷氣機等等 都可以做一個豁免 只要做工程的工人 去做一個登記 就可以豁免 不需要入職 但這個衍生到 其實20年後 30年後 這些冷氣機架分 涉及冷氣機 甚至曬衣架 其實它殘舊了 都是一個僭建物 它仍附加在建築物外面 這就是因為法例 賦予了一個豁免的程序 所以根據豁免的標準 它就不用入職 只是去通知 所謂的 但是一般其他的 其他的簽建物 包括玻璃屋 現在很多議員被發現 有一個天台 有一個很大的上蓋 這些全部都要申請進去 由於沒有一個進去 即將路面封住 是的 這樣的情況 所以這些全部 一般我們叫做 UBW Unauthorized Building Works 這個UBW 就是我們平時說的 叫做簽建物 其實簽建物的 實質的意思是 它未得到批准的 這些加建或改建 都是簽建物 好了 在這個情況下 大家又知道 是這麼多的簽建物 現在市區有這麼多 新界有這麼多 有什麼解救方法去解決 有什麼建議 大家 難一點 因為香港土地 我想有兩個原因 你要問問為什麼有些 UBW出現 第一件事就是 香港土地很貴 第二件事就是 香港人 我想腦筋轉得快 就 因為如果 新界屋 如果樓上多個建築物 它可能未必拿來用 對不起 不是拿來住的 只不過 因為香港地 多 這幾天下雨 下得很厲害 如果天台有一個 蟬逢的物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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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用來 可以下雨的時候 都可以用 現在有一些 新界人 就說 基本上 這麼多年 他們都是這樣的 一家大小 都在天台上 自己煮飯 是吧 弄四字柱 弄一個上蓋 這些就是 低力於我 何有災 為什麼香港政府 要管它 他的意思是 不如不要管它 這樣 這是不是其中一個理順的方法 就是不要管它 不要管它 因為政府也不是不管的 只不過它是容忍的 無論市區也是 因為如果你看到 在市區來算 對比市區 市區以前 我們最多見的 就是 有些鐵籠搭在屋子的外面 因為這些東西在外掛 一個建築物外面 影響了外牆的成寵 而且跌下來的機會 容易一點 而且跌下來 通常一定會有傷亡 所以政府就把它 排了一個先後次序 就說 如果是外掛的東西 基本上 這間我們看到 全部都拆掉 如果市區 就剩下平台 和天台 我估計可能 因為它是 你當作椅子的形式 建築物 放在一個平台 或者在一個天台 就沒有即時危險 所以政府可能 把資源分配的先後次序 把這些不是外掛式的建築物 容忍了 但是 譬如現在 我們看到 如果我們市區 沒有這些外掛式的建築物 新界的丁屋 亦都沒有外掛式的建築物 可能政府下一步 可能會去處理 在一個天台 或者平台上的建築物 好 初步 不如我們分兩個部分來講 先講一下 市區如何理順它 市區理順它的原則 大家如果同意了 我們嘗試應用市區的理順 然後去新界 看看能否通 好 先講一下市區 深水埗 這麼多年 821到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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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現在的情況 你覺得 是否應該有一個新的政策 去理順那些建築物 其實我們一直要求 屋宇處有一個巡查制度 當你發現 很簡單 看見有簽建物 都可以要求 業主去還原 很多年前 屋宇處 確實人手不夠 唯有外判一些 顧問公司 進行巡查 其實大家在西市區 街上看到幾個 穿便裝的相機 拿賣地圖 看到哪裏有蟬逢 哪裏有花籠 哪裏有冷氣機架 有所有資料 對 沒錯 其實這個情況 屋宇處一直在用 他人手不夠 唯有外判去做 但我發覺 做了之後 他不執行 就算有外判 顧問公司 去做了這個巡查 也好 給了名單屋宇處 屋宇處 再出信給業主等 那就不會再跟進 或者叫行人之報 來到這裏 做到這裏 他就不會是一個 樂手樂腳去執行 去勸諭業主還原 或者作出檢控 這個是一個牌筆 陳尚德 你怎樣看 市區的理順 應該是怎樣做的 這個問題 就是 衛議員說過 就是 冰多個冰 當你犯法的人 那麼多的時候 你怎樣去安排 這些人去執行 那個法例 你執行不到的法例 其實就等於不存在 當然我們要聲明 我們有一個比喻 剛才說的冰、賊 全部都是一個比喻 我們這一節暫時說到這裏 我們回來再詳細說 市區如何理順 新界又如何理順 這些淺見物 還有再說 接下來這件事 會有什麼發展的方向 好 我們一會再說 向你誠意推薦 iR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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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甚麼理? iRead 是一個公共出版服務 公共出版服務 主要服務非政府組織 公民社會組織 網民等等 將他們的書籍、刊物和博物等等 發成電子書 令讀者可以隨時隨地利用 iPad、iPhone 或者其他手提電子裝置 觀看電子書內容 這個就是iRead 和你看普通書一樣 甚至即時連上不同社交媒體的頻道 連結到作者網站交流心得 實行多媒體互動 你還可以下載書內的相片 觀賞 或者下載隨書影片 好 我們回到法律知多點的環節 今天是說 如何理信市區和新界的簽建物 我們三位嘉賓 李炳輝律師、陳順多律師和委員 我們剛才說 市區應該用甚麼方法去理信 過去多年的發展 目前政府有即可尋 想做到四件事 都有多清楚強制的做 第一就是強制驗樓 驗身 第二就是強制維修 驗到有甚麼情況就拿去維修 第三就是強制買保險 買保險去保障公眾安全 自己的權益 第四就是強制管理 但是強制管理可能是說很多年後的事 現在都是實話沒有去撇 就這四件事來說 現在的進展是否用這四件事 來維持現時架構 去解決市區簽建物問題 委員會南議員 確實是 政府有心可能會做一個強制驗樓 強制維修 強制買保險 大家知道現在市區重建局 和香港火協會都有一個資助 例如 行動也好 或者是業主立案法團自願維修 也好 他必定有一個資助給你 請顧問公司 顧問公司 再替大廈做一個驗身 驗身之後 繼續進行大廈維修 但到這一步 其實如果在講 都比較簡單 即是執行的時候 作為一個業主立案法團 這麼多的事業主共同擁有 就一定有很多騙叫 甲同意維修ABCD 岳同意FGHIJ 在業主大會上 糾纏不清 我同意做外場的 有些我同意做水渠的 有些我同意做天台的簽建 有些我同意翻新的大堂 其實在強制驗樓 和強制維修 很多事業主面對問題 不斷有爭執 不斷有爭執 這是很自然的 因為驗樓 類似用驗身來看 驗身就是 年年驗身 放心 那一層樓驗了 就說有些什麼問題 外牆、骨架、簽建 弄了之後 應該要做什麼醫療 所謂如何維修 我們人就是做手術 塵樓就是做維修 維修要錢 問題在這裏 要錢就不在樹上 刪下來 要業主去分攤 所以出現了很多爭議 那麼多的強制做法 其實都是想為業主做的 而在過程中 很多是簽建物出現的時候 令到整個維修 做得很不暢順 當有簽建物的時候 其實業主立案法團 就很難處理會 清不清拆簽建物 不知道怎樣叫做員工 沒錯 畢竟簽建物 都可能是其中一個 市業主持有或是簽建 他必須整個法團 跟那個事業主談談 或者是談判 拆不拆 或者改善回去 如果那個事業主 真的說 我不拆 我繼續住一人在這裏 我拆不住 我拆了就 五拍隻片分二百尺單 一家一百口不夠住 好像張國柱的家屋 一半是潛建 原來張國柱住這麼多人 對 他拆了之後 就去無家屋規 所以就要慢慢來 沒有辦法 潘建就不同了 他很大的一家屋 所以拆了玻璃屋 沒有影響 但那些小市民 很多時候出現這個問題 即是一家屋的一半是僭建的 又或者天台那裏是僭建的 你拆了就要講安置 這就是8261的問題 現在的話 如果8261之後 就不會安置 8261其實是必須之前登記的 你之前有登記 就有一個合法安置 其實大家也看到 28年29年來 繼續有租客在裏面 其實這個情況 住了租客裏面 屋宇署也好 房屋署也好 都是根據公屋入息的審查 和資產等等 合乎條件被他排入 但是很多時候 就是僭建物的擁有人 或者是業主 其實鴿搬走了 他就招來 他繼續租 鴿搬走了 然後鴿頂租 住進來 不斷住人的情況 重複又重複 這是死症來的 李炳輝律師 你寫過一篇文 講一下如何去解決 這麼複雜的問題 就算做了強 四強之後 其實也是重複 應該不是解決問題 當時我寫了一個文章 試圖去建議 有沒有可能給法團有法律援助呢 因為我自己覺得 除了你有強制的第三者保險 有強制的驗流令 去到最終一個結果 譬如你發覺強制的驗流令 驗了出來 他說有一些僭建物 清單出現 那你怎樣去處理非法建築物 唯一做法就是如果有法團 應該是這樣說 如果沒有法團 困難程度比較高 如果有法團的話 可能要向法庭申請 叫做業主 那些建築物是其中一個業主 當然要清拆了 但牽涉到這裏 第一 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 大家都是街坊 這個法團的 強制街坊去做 就是相感情 第二 某些法團 可能是錢方面 就是有問題 要隔錢 是打官司 是打官司 但是 如果容許法團有法律援助 這裏可能牽涉到 要改一些法律援助 法律援助的原則 因為法律援助 通常是給一些個人 不是給一個 給一個 叫做一個法團 法人 當然我們明白 法團 如果用添理的為例 原來這個 南華法團 背後 是一個 無限負債的法團 不是有限公司 因為當法團負債 要清盤之後 那些業主 是要賣樓 跟著不夠 可能還要破產 所以在這裏 這裏 應該在立法會上 想想 在政策上 可不可以給他們 我同意 要改一個很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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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跟很多人去爭爭 爭拗 用那類字的爭議 可以用這個第一按技 但因為法律援助原則 只是給個人 而不是給公司 所以要改一個很基本的改變 所以這裏 未必可以這麼容易推行 另一個問題 就是因為一個在半山高尚住宅區的法團 以及在深水埗 加一個法團 那你是不是應該給一個法援助 給一個半山的立法團 這裏可能會有些爭議 當然有人提議過 不如用英國差略 對不起 英國差略 那些 即是深刻 你怎麼都會選出一條線 哪些有哪些沒有 但基本上 我們 如果不處理這個問題 給不給法官的話 我們都是要法團自己 拿錢出來 這裏有幾新的 拿錢出來去打官司 那陳尚德律師 你怎麼看 市區如何理順 這些潛建物 剛才 我也想跟進 衛議員的問題 我們80後 經常說住屋問題 現在香港社會 住屋的 無論是租金和樓價 都是這麼貴的時候 那些潛建物 存在是有價值的 很多人不能夠負擔 一個正式的住所的租金 即是幾次一個社區中途站 是的 令他那些人 又可能要超過了公屋的入息 又不會住在天橋底 總之就是住在那個潛建物裏 唯有租住很多的潛建物 反鑑房 或者劏房等等 所以它是有一個存在的那個 社會功能 這是功能學派的廣派 如果你要切仔解決的話 你要多留意他才行 我知道你那時候 第一個學位都是讀社會學 社會功能學派 只是跟大家說說 但那件事存在 去正確 它又存在 因為它有功能 有顯明的功能和隱藏的功能 但它現在是違反了法律 它存在不是證明它的合法 問題在這裏 當然不是說它是合法 但它有功能 對 有功能的時候 你不解決它 這個問題會在其他地方出現 即是說你這樣拆掉它 其實是沒有用的 你一定要 有第二個原則 就是如果去做 都要有一個時間表 以及要有一個分階段 甚至乎是比新界的樓 是更加需要去理順 因為市區都有很多 新界這麼多空間 新界這麼大 新界有三層 市區有十幾層 原則上是怎樣做 基本上很多都是說 如果要理順它 就只有三個可能性 第一個可能性就是跟法律 法律說怎樣就跟足它做 第二個做法就是 截眼開截眼閉 根本就是看不到 由得它 於是它就是下一個 八六 八二六一 八二六一 再三十年後 不是一三年 是四三年 接近二零四七 香港的佔益物可能更多 第二種做法就搞不定 第三個做法就是 就是在中間想一個方法 如何理順它 就是會不會是 將市區的 現在這個方法 在新界裏作出一種 某一種的讓步 現在就是 新界很多的團體 就提出一些做法 就說 就是給些什麼 盡量看開一點 盡量 盡量 總之是 所謂沒有危險性的 沒有滋擾性的 那些全部你就容忍它 當是看不到 其實這個就幾次 就是三四四章 這就是某一種意見 在這三個方法 要是嚴打 要是完全看不到 第三種方法 就是某種的放寬 在這三種方法 你怎麼看呢 慧悟南講講 你的經驗 用市區來形容新界 如果套回市區 始終是你 綜合簽建物 或者綜合結構物 也好 都是需要入職 或者找有關的顧問公司 去入職 給屋養處 然後就興建建築物等等 其實套回新界 都可以的 舉個例子 丁屋三層 你要興建第四層也好 你也是透過專業人士 一個入職 然後就給政府一個備案 就算 當然 簽建物有危險 就算不是簽建物 也有危險 你安架鐵架在天台頂也好 其實一次風暴也可能會吹下來 我當作入職也好 入職也好 可能會有大風暴也會有危險 但起碼政府知道 其實有部門知道 是哪位顧問公司 哪位入職人士 簽法建築圖職 其實有一個追查的線索 但如果什麼都沒有 市居也好 或者新界也好 你隨便找個建築工人 去搭個棚 搭個佔建屋 其實對周遭的居民 是一個影響危險 一個風暴也好 沒有整個天堂跌下來 摘過天頂 雅片下來 都可能是相及很多 屠人相及很多無辜 這理想應該是 必須向政府入職更好 你的意思是 採取第一個方法 整個香港特區 一區一制 使用市區同樣的標準 一時同人應用於新界 李炳輝律師 你覺得有沒有中途站方案 中間的角偶方案 但如果你說那些法律 你定了出來 你不遵守 這不是很奇怪 香港很多法律 他定了出來 都不太執行 例如那些招牌 不可以閃光 在馬路那裏很多 銅鑼灣那些 有大招牌 基本上是不可以的 全部都是不可以的 但香港政府 沒有怎樣執行 現在只有他 這個我自己 不太熟悉 我就不敢去評論 我忘記閃燈那樣 其實閃燈的招牌 是沒有一個部門去處理的 法律寫在這裏 不執行 原來環保處 不會處理斬燈的招牌 他處理不了 江海也不會去處理 如果招牌 運輸署又說去處理不了 運輸署又不處理 對 為了O署 就說他的招牌懸掛在場外 他不會處理斬燈 或者閃燈的招牌 法律寫在這裏 但現在沒有什麼部門去執行 我的意思只是說類似 即是說 現在我們有一個 作為律師 其實最大的法律 就是 法律寫在這裏 要執法 你法律寫在這裏 不執法 那條法律 就當作透明 不行的 這是法治的其中一件事 最重要的原則就是 要依法辦事 但是因為他的執法也有牽涉到卓情權 還有資源分配的問題 那這個可否用另一種想法 就好像叫 一人可以養一隻 一生可以養一隻狗 一會養一隻狗 這個想法 當時梁子民在這個屋苑就是這樣 你跟隨這個程序 公契就不讓你養狗 即是不准 不過這樣 你又申請了牌 又是衛生的 又是你管它 那我會讓你養一隻狗 一生可以養一隻狗 那也是這樣 如果是安全的 我只是說 安全的 又沒有滋擾 像狗人不會騷擾隔離 又沒有Public nuisance 又是安全的 那情況下 又要找一個工程師 或者他寫一張證書 說安全 那情況下可否容許他 一屋可以有一個建物 但這個我想牽涉到 是否應該等他們申請 我會南華齋 你申請 都是給他容許 但都要申請 都要經一經申請 但是丁屋就不用申請 我想要看個別是哪一類的 當然我不是建築那邊的專科 我想要看究竟那隻 非法搭建物或簽建物 非法工程是甚麼 可能 一般就是他們一邊說 他們一邊說 甚麼呢 都叫 最近的新聞 數而萬計的就有了 大家看到 圍風型的天台 露台 閃逢 外置的窗花 防盜鐵欄 鐵閘 伸縮性的障縫 還有地面和天台的抗建物 他主要都是很小型的建築 他就說沒有危險 和完全沒有滋擾性 在這個情況下 你容許他有一層的簽建物 可不可以這樣呢 你覺得 但是 我就覺得 煩一點 因為 有些人這樣說 有些人說 他已經出現了 你容許他某個年期 之後他要拆除他 另一個容忍就是 你給他 原本沒有的 你給他搭上去 但是如果那件事 本身是不合法的 你何必給他搭上去呢 反而我會接受 現存的 即是新的 不要給他搭了 現存的 你給他 用一個時間去處理 即是你提到一個 就是抵擂性刷 即是差不多 即是現在已經弄了 就看看他 是否安全 是否有遭遭 如果都是可容忍的 如果 就任由他 不是 某段期間之後 他要拆除 因為有些東西 他就有些事情 給他時間 即是一個 好像是一個 license 即是容許他在那裏 或者因為 每樣事情 有一個 是叫做 壽命的 某個建築 例如冷卿 好像是一隻舊 到他離開的時候 你只會 不要再做 法律的角度就一定是有法必依 但是我們現在說的就是一個政治的問題 你怎樣去分配資源 輕重先後 我很同意最危險是威脅到別人的安全 威脅到財物的 這一定要雷利執行 如果是不牽涉到安全問題 例如有一個停止日期 這天之前出現的我算了 這天之後大家都知道不可以再做 這天之後出現的事我就一定會打 即某一天類似是6.1 8261 我們現在做一個可能是0261 或者是0171 總之某一天的之前就符合一些規矩的標準 就容忍去承認 之後就逢是新的都是不行的 其實這個情況很新的市區都是這樣 市區現在就是所有新的 即是那些加建的就不給的 但舊的就是有即時危險性 他才是取締的 其他那些都是勸喻的 理論一定是有危險的 必定會拆的 但大家留意一下 屋宇雪的信很多時是沒有即時危險的 所以很多潛建物 也好很多一些葛鐵等等 在建築物外面 其實都是放涼了 是沒有去執行的 這個真的令到有很多守法的市民覺得很不公平 為什麼旁邊的房子會這樣 其實用這個即時危險的這個 原則你應用於新界的那些丁屋 差不多99%都是沒有即時危險的 他們都是在天台上弄過 基本上是削蓋仔 市區不同的 市區有些是做三四層的 是 我也同意執法資源應該放在市區多一點 因為市區的樓通常是高層一點 你這麼幸運跌下來 就是令到有人說這句 中招機會會大一點 在這樣的情況下 政府的資源有限 都要先處理一些頭痛的大件的事情 這個是其中一個方法 大家都是分歧意見 有慰喚藍的意見 就是跟現在的做法 總之是雷麗風行 跟著去做 Malfin的說法是很社會學的 既然他有功能 一天未想到如何解決他功能的情況下 這些都只能夠容許他存在 危險性的立刻要取締 尼炳輝律師的政策性如何改變 就是令到法團真的能夠做到管理的事情 我看法就是這樣 如果在新界 新的簽建就不應該再出現 不讓他出現 舊的就容忍他一陣子 一陣子的壽命結束 那就要拆 市區無論是新舊都應該要做 因為市區對路上行人的危險 會構成威脅多一些 其實市區和新界是有少許不同的 例如大廈來說有份公契 市區來說如果有法團 那個法團有權去取締這些簽建物 也要遵守這個公契 新界的丁屋 一個業主就擁有三層 有些也是有公契的 不過一定沒有法團 三層都沒有法團 所以基本上大家就不會怎樣執行 我們就說到這裏 很感謝三位 就是李炳輝律師 陳尚德律師和惠門南議員 我們就如何理信市區和新界的簽建物 這件事就是今天講上集 遲一些應該有最一步發展 到時有適當的諮詢文件的時候 我們再請三位來詳細講這個題目 好 跟大家打招呼 大家可以在網上看看我們這方面的節目 還有意見就告訴我們 OK 拜拜 拜拜 扶貧智庫在2001年4月至7月 舉行了一系列有關貧窮問題的研討會 RTV就這個議題 製作了一共8集的專輯 並請來來自國界界別的嘉賓 就這個問題進行深入討論 有興趣的朋友請留意RTV的網上更新 我們會請到官方的 find 都有這個問題 我們會等下一次 不住這間 嗯 有興趣的被關注 就這樣 有興趣的 這些帶著 有興趣的 一位 挺有信心的